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金木制作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203集 许平秋一闪而现的灵光 把案子的方向又调整了一部分 民航分局开始在始发地 目的地两处机场监控里 拼命地往外挖 一个一个面孔地往外找 有时候思路决定出路 叫事半功倍 有时候灵光一现 叫细节决定成败 排查了一个小时以后 有一个一直在机场拍照的面孔 被计真人员无意中在屏幕上捕捉到了 许冲 那个面孔脸部的三角定位线条 居然和行业认为合了 虽然用热眼看 根本不是同一个人 啊 这位计真惊声尖叫了一声 喊出了民航分局案发以来的最强音 所有电脑屏幕上 都开始分析这张面部特征的比对差异 很快又响起了那些外勤粗鲁汉子的脚步声 这段时间他们连厕所都没空上 此时憋得浑身无力可使 都快憋坏了 爸 你几点回去了 晚上八九点吧 那路上没事吧 没事没事 好的很 就是被交警罚了二百块钱 我说我儿子是警察 他们都照发不误 那正说明警察不能寻私情啊 心疼死我了呀 心疼什么呀 你车上一拎不就转回来了 鱼醉在副驾驶上和老爸通着电话 车停了他都浑然不全 是许处的专车 借给这三个人来丽园国际酒店重新询问来了 鼠标和李二冬拍门下了车 催着鱼醉 鱼儿 快点快点 下车以后 李二冬发现新大路一般拽着鼠标 直指门厅台阶之上 鼠标一看 兴致上来 哥俩猫着腰 捏手捏脚地绕到台阶之后 冷不定一左一右一站 沉声叫了一句 把那姑娘吓得差点栽到台阶底下 扭头看轻时 气愤地直踹李二冬 李二冬一把拉住行动不利索的鼠标 挡在身前 替他挨了两脚 鼠标毫不夸张地叫唤着 这姑娘正是安家路 旁边还有一位女同事 都被鼠标的样子逗乐了 李二冬从鼠标后面伸着脖子 刚要来调戏一句 却不料鼠标早有防备 捂着他的嘴说着 他妈不许调强 安美女是我心中的女神 要不是她和谢冰 我家戏妹子都得流落他乡 敢胡说小心揍 这还差 经经好吗 好得不得了 她爸妈追着让我结婚 那是好事啊 安家路很是奇怪 看不出来鼠标为什么这么为难 戏妹子一直在一家服装店打工 现在裁缝都干得相当不错 俩人一起起码比普通人要强得多 他一关心鼠标更糗了 小声说着 他还不到法定结婚年龄 没法办证 咱好歹是警察 不能知法犯法吧 李二冬和安家路都笑了 不管在学校怎么样 能在校外偶尔一见 都没来由的觉得很亲切 安家路看着 依然和以前一样 那样猥琐可笑的鼠标和李二冬 每每未雨鲜笑 而鼠标两个人 看着出落的越发水灵的安家路 那清暮之情就快滔滔的 以口水的形式从嘴里倒出来了 半赏同事问了一句 怎么还没来 对 差点忘了任务了 鼠标李二冬 你们怎么大晚上来这儿了 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我有任务 不能告诉你 我们也有任务 不过可以告诉你 我们奉命来询问两个 丢了东西的外国人 你们是不是来接我们呢 我猜对了呗 这个不可能吧 省厅办案调的人是你们 我还以为要调个花白头发 满脸褶子的老头来呢 不对啊 李处长说三个人来 鼠标又骗我 嘿嘿 再加上那个贱人 不就三个了 鼠标一指 众人的眼光侧过去 正看到了鱼醉下车 鱼醉抬头 看着灯光阑珊下的安家路 身形顿了顿 然后快步上来 走到一脸愕然的 安家路面前说着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 我说是缘分 你信吗 可我是处理最倒霉的 才被抽掉出来 陪两个上访的老外 这也算缘分 走 有人真不要脸 我们先碰到的 他倒说和他有缘分 几个人往厅里走着 安家路简单介绍了一下 感情是被两位上访的老外 逼得没智了 厅里外事处 从出入境管理部门 调了两位懂外语的女警 来全程陪同 兼做翻译和联络 我和我这位同事被选中了 厅内老外发牢骚已经两天了 上面说是今天 有上级派来的侦破高手来 我们还期待有什么好消息 早点结束这个倒霉的任务呢 谁知道是你们三个呀 看 说原文吧 你还不信 于醉得意地说着 看着安家路的表情 好像那首歌唱的 你好像也没有生气 那驼红的脸蛋 让于醉的贼心更赤了 原谅我说句外国话 嗯 元儿 你太不要废子了 这一点 都值得我学习啊 李二东看着安家路 像是并不恼火的样子 很是羡慕于醉脸皮这么厚 见面就拉圆肺 于醉见笑一声 不料李二东一翻白眼 恭维着鼠标说着 我不是夸你 我是夸标哥这英语说得真好 拉倒吧 要是英语必修 咱们都毕不了夜 安家路和那位女警同学 笑得好不开心 当电梯快到楼层的时候 两个人的脸色又一脸 安家路警示着三位同学说着 哎 你们一会儿问话小心点啊 两位老外丢了贵重的东西 很是生气 他们已经通过大使馆 提出抗议了 和他们说话 一定要注意措辞 千万不能激烈啊 吵起来可就不好了 没事 反正我又听不懂外语 没真心 众人一笑 安家路不悦地埋怨了鱼醉一句 又说着注意事项 把众人领到了楼层中部的 两间商务客房 敲响了其中的一间 毕竟是涉外事物 三人脸色自然而然的郑重 跟着安家路走了进去 安家路在流利地说着英语 偶尔两位外籍人士 也会拆一两句 安家路指着鱼醉三人 给外籍人士介绍着 那边鼠标和李二东 眼早就直了 看着对面这位高大 健硕金发 惹人响入非非的女人 除了年纪稍大一点 找不出一丁点的毛病来 特别是那个个子 一站起来足足有一米九高 鱼醉鼠标李二东 要看人家的表情得仰视 正介绍着 从套间里又出来一位壮汉 更凶悍 比那女的还高 脖子和胳膊露出来的地方 全是毛 很不悦地说着什么 安家路陪着笑脸 似乎在介绍几位 引业而来的辛苦警员 可不料那个男的更不悦了 随手拿着桌上的杂志 压机一下 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怎么回事 他放什么屁了 鱼醉撸着袖子 顿时火起 不过马上发现 自己肯定干不过这个外国人 你别冲动啊 他很生气 他说东西丢了两天多了 还没有接到任何消息 让他对这个国家彻底失望了 他们再也不会来了 哦 可以理解啊 我们也挺失望的 这有什么可生气的 鼠标拽着于嘴 生怕他惹事似的 安安你直接进入主题 说上级派人来了 安家禄翻译了几句 可不料那一对男女老外 都不是善语之辈 一口气说了好大一堆 听得安家禄翻译不及 不过于嘴判断 肯定没什么好话 鼠标却很有感慨地 凑到李二东耳边说着 哎呀 可惜了呀 没好好学外语 学那有什么意思啊 正好听懂人家骂你 不是 还没调戏过大洋妞呢 为两句调情了多好 多人小说剧 鱼醉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